妻子的白月光给我发了一段很炸烈的视频 画面中 他们深情相拥 耳并撕磨 双眼含泪诉说着对彼此的思念 末了 白月光张扬地向我炫耀 将知 你真没用 这么多年 都没能让柳音音爱上你 后来 我选择离婚成全他们 柳音音却气笑了 眼角眉梢都带上了一丝嘲讽 将知 就凭你还配替离婚 不过是一个爹不疼妈不爱的可怜虫而已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原来 不想爱的时候 真的会毫不留情把刀子捅向对方 夜里 我被电话铃声惊醒 揉了揉胀痛的太阳穴 我强撑着 直起身子接了电话 将知 你老不在陪我呢 电话传来陈思涵陌生而又熟悉的声音 让我的睡意瞬间消散 却是下意识回了句 不可能 音音刚睡 说话的瞬间 我伸手去摸了摸旁边的位置 竟然是空无一人 柳音音真的不在 陈思涵的声音再次传来 音音都来参加我的接风宴了 你怎么没来呢 该不会她是偷偷来的 没有告诉你吧 她的话 让我握着手机的手开始颤抖 心也开始细细妈妈地疼起来 陈思涵说得很对 柳音音的确没告诉我 并且不久前还在我身下撒着娇 现在却趁我睡着 转身去陪了她心心念念的白月光 陈思涵倾壳一声 带着笑意问我 要不我给你发个地址 你过来看看 音音是不是在我这儿 挂断电话后 陈思涵还给我发来了地址 紧跟着的 还有一段视频 画面中 柳音音与她深情相拥 耳并思摩 诉说着对她的想念 声音开到最大 还依稀能听到柳音音的呢喃 思涵哥哥 我好想你 陈思涵的语音又发了过来 抱歉了 讲之 音音说她 实在是太想我了 不过 你也你真是没用 这么多年 都没能让柳音音爱上你 我心里一颤 仿佛看到了 她张扬得意的笑容 笃定又自信 我慢慢闭上眼 压抑着呼吸 眼眶酸涩的厉害 陈思涵说的没错 我就是没用 这么多年 怎么都走不进柳音音的心 我按照陈思涵给的地址 去了那家酒吧 站在门口 我从敞开的门缝里 正正地看着包厢内的场景 灯光明亮 一派奢靡 最中间是众星捧月般的柳音音 和陈思涵 所有人都在起哄 思涵总算是回来了 你是不知道 音音等了你多久 我扫了一圈 这些人几乎都是柳音音身边 最看不惯我的 为了陈思涵 明里暗里嘲讽过我无数次 现在对着陈思涵 明晃晃地都释放着善意 我压下心中酸涩 给柳音音打去电话 铃声响起 她扫了一眼 毫不犹豫挂断我的电话 然后给我发来短信 我临时有事要处理 你先睡觉吧 我紧紧盯着不远处柳音音 她发短信时 脸上一片坦然 没有一瞬间的心虚和愧疚 真的 有些讽刺 音音 听说你结婚了 陈思涵的话 将我的思绪打断 她身体微微靠向柳音音那边 姿态轻腻 柳音音咬了咬下唇 一时没接话 陈思涵却有些沉了脸色 身边的朋友健壮 忍不住替她辩驳 别生气 思涵 音音心里从来都只有你一个 是啊 也不能怪音音 是那个凤凰男 一直死缠烂打 凤凰男 原来柳音音就是放任他们 这么看我的 陈思涵痴笑一声 带着不屑 这什么男的 这么没有自尊的吗 难道她和音音结婚 就是为了钱 当然 你是不知道 她简直 柳音音顺势揭下话头 打断了他们的话 好了 别提她了 晦气 晦气 我不由地自嘲一笑 原来一枪孤勇 并非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当初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 我的喜欢 她就和陈思涵走到了一起 两人爱得高调 一度成为令人艳羡的神仙眷侣 但好景不长 毕业第二年 柳家投资失败 濒临破产 陈思涵不愿陪她吃苦 毫不犹豫 弃她出国 是我 陪着她 鼓励她 甚至是拿出所有的积蓄 投资柳家项目 我放弃了自己的摄影梦 开始陪着她各种应酬 为了保护她 每一场应酬 我都喝得鸣鼎大醉 最后未出血 昏了过去 醒来时 是她守在床边 眼睛肿得像核桃 阿知 没有你我可怎么办 心爱之人在怀中 那一刻 我心里软得不像话 而后几年 我替她抗下了一切困难 几乎拼了半条命 才把柳氏重新带上正轨 可柳茵茵对我的态度 却越来越冷淡 她并不爱我 也因此 她身边的朋友 没一个看得起我 还想方设法地刁难我 在她们心中 只有陈思涵 才是配得上柳茵茵的那个人 陈思涵笑了笑 给自己倒了杯酒 被柳茵茵拦下了 你胃不好 别喝酒了 陈思涵顺势拉住她的手 食指紧扣 周围人看到这一幕 纷纷起哄着 让两人重归于好 丝毫不管柳茵茵 现在是已婚 陈思涵恰到好处地红了眼眶 韩晴默默地看向柳茵茵 茵茵 我当初出国 是有苦衷的 现在 我孤注一掷回国 就像问你一句 你还爱我吗 包厢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等她的回答 我也在等 但柳茵茵 却迟迟没有给出答案 她只是看着 被陈思涵攥着的手 眼中闪过几分挣扎 许久 在陈思涵眼尾越来越红时 她缓缓开口 哎 陈思涵像是没反应过来 呆呆问了句 什么 柳茵茵眼里盛满笑意 重复道 思涵哥哥 我还爱你 明明暖气充足 我却像是掉进了冰窖 周身寒冷刺骨 在一片起哄声中 陈思涵喜极而泣 将柳茵茵揽进怀中 她回报的同时 偏头看到了我 柳茵茵眼里 闪过一丝慌乱 腹又沉下了脸 她轻轻推开陈思涵 抬脚朝我走来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 陈思涵跟上来 搂着她的肩 笑着接话 可别闹不愉快 将之或许只是担心你 想随时知道你的动态 才会跟过来 柳茵茵瞪圆了眼 杨生质问我 将之 你跟踪我 我正愣几秒 心里苦笑 当一个人不爱你时 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都是带有目的的 更是 不被信任的 回到家后 我坐在沙发上 只觉疲惫 因为我的出现 聚会不花而散 柳茵茵将我丢在酒吧外 带着司机送陈思涵回家 美名其约 作为朋友 她不放心 刚回过的陈思涵 至于我这个丈夫 她丝毫未提及 洗完澡出来 才发现柳茵茵也回来了 脸色很不好看 我木然地看着她 怎么了 柳茵茵脱掉高跟鞋 扬起下巴 厌恶地看着我 下次 别再做跟踪人这种事 很恶心 原本有一肚子想解释的话 可触及她不耐的眉眼 我只是干巴巴挤出一句 茵茵 我从来没有跟踪过你 我拼命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解释道 是她给我发消息 让我过 柳茵茵重重 将水杯置在桌上 声音含着怒气 将知 你好歹也是个男人吧 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没品 不仅撒谎还嫁祸 顿了下 她又加了一句 和思涵简直没法比 尖锐的疼痛 自心脏席卷开来 几乎是一瞬间 我残存的理智消失殆尽 没法比 当初抛弃你的人不是她吗 她一回来 你就屁颠屁颠贴上去 柳茵茵 你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我吗 最后一句 我几乎是带着哭腔吼出来的 柳茵茵拿起桌上的水杯 朝我砸过来 随即站起身来 大声嗤道 我供你吃供你穿 哪里对不起你了 他们说 你是个凤凰男 还真没说错 我忽然冷静下来 原来心痛到一定地步 整个人都是麻木的 我们离婚吧 柳茵茵一顿 你说什么 她似乎是气笑了 眼角眉梢 带上了一丝嘲讽 别闹了 姜之 你不过一个爹不疼妈 不爱的可怜虫 除了我 谁会要你 耳朵嗡嗡作响 周遭的一切事物 好像都没了声音 我呆呆地看着她 心脏好像被一只大手狠狠钻住撕扯 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痛 太痛了 我好像又回到了那天晚上 高三那年 那天晚自习时 我身体不舒服 请假回了家 原本以为家里没人 却没想到爸妈都在 不止他们 还有另外一对夫妻 那一生生年腻的呢喃 以及不堪入目的画面 让我几乎没法站立 后来 爸妈选择离婚 重新生活 可他们却没人愿意要我 因为我 目睹了他们最不堪的一面 我没有潜伏房租 拎着东西找上他们的时候 无一例外 皆被他们赶了出来 我只能勤工俭学 因为没有父母撑腰 我在学校 一直都是被霸凌的对象 这件事 一直都是我心底最痛苦的伤疤 和柳英英相爱后 她偶然中得知了这件事 当时 她抱着我 失声痛哭 她一遍一遍安抚我 以后都会有她陪着我 有她的地方 就是我的家 她知道我一切不堪的记忆 知道我的软肋所在 自然 也知道 怎么捅刀子 我会更痛 柳英英离开后 我蜷缩在沙发上 麻木地盯着天花板 叮叮作响的手机 打乱了我的思绪 是陈思涵发来的消息 你和英英吵架了 她在我这里 你放心 我肯定会照顾好她的 我不想理会 她接着又发来 对了 你去英英书房抽屉看看吧 里面会有惊喜哦 我不想去 可脑海中 又有一个声音在催促着我 最终 我还是爬起来去了书房 在柳英英抽屉的家层里 找到一部手机 试了试柳英英的生日 密码没开 又试了试陈思涵的 开了 这部手机的 新号新号新号通讯里 只有陈思涵一个人 原来 这些年 他们从来没断过联系 他给他发了很多消息 思涵 我要结婚了 年少时 我的梦想 就是成为你的新娘 我不止一次幻想过 我们结婚的场景 可是 你丢下我出国了 我恨你怨你 可现在 公司重新起步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 如果你陪在我身边 该多好 这些年 都是他陪着我 把公司重新做起来 他为我付出了很多 我不能抛弃他 可我也控制不住 想你爱你 只是 我不能再等你了 滑到最下面 是他问柳音音 音音 你会爱上他吗 柳音音回他 永远不会 我只爱你 我看了眼聊天记录 显示的时间 是柳氏重新步入正轨那天 那段时间 他每天都早出晚归 神色疲惫 我原以为是公司刚起步 事情繁琐 他压力俱增 所以 拼了命给他跑业务拉投资 却怎么都没想到 那一刻 他难过的是 功成名就时 身边的那个人 不是陈思汗 剧烈的反胃 突然涌上我的喉咙 我亮腔着跑到卫生间 大吐特吐 胃部的恶心和静卵 几乎抽走我全部的力气 我瘫软在地 久久爬不起来 再度睁眼 窗外已然大亮 柳音音一夜未归 晕晕呼呼拿过手机 上面全是陈思汗发来的消息 将知 找到手机了吗 够惊喜吗 不够的话 我这里还有哦 后面跟着多张 暧昧无比的照片 凌乱的床单 醒目的吻痕 两人越过头顶 交握的双手 我看着 只觉胃里又翻涌得厉害 手机再次响起 是他发来的新消息 出来聊聊吧 我颤了颤眼睫 有些麻木 好 我到咖啡厅时 陈思汗已经等在了那里 你来了 他微微一笑 对我准备的惊喜 还满意吗 我抿了名嘴 还好 他一愣 大概是没想到 我会如此平静 随后 眉眼微挑 问我 将知 我已经回来了 你是不是该退出了 我死死握紧拳头 才不至于让自己失态 要离婚 让柳莺莺亲自找我谈 陈思汗眼里闪过恶意 怎么 你想用这些年的付出 继续道德绑架莺莺莺吗 四目相对 他冲我扬起笑容 我听说 你爸妈年轻时玩得很花呀 上凉不正下凉歪 父母没有廉耻 做出恶心的事 儿子又眼巴巴巴 扒着千金小姐不放 嘖嘖嘖 还真是一家子奇葩 一听到爸妈两个字 我心底那种窒息般的情绪 涨潮般涌上来 然而 也是我恍惚的这一瞬间 陈思汗竟然拿起了一旁的水果刀 朝着我刺了下来 将之 既然你不愿意离婚 那就去死吧 毕竟在这世界上 还有一个词 叫做丧武 锋利的刀锋直直 朝着我逼来 我被陈思汗拿着刀 一步步逼到了咖啡厅的窗户边 陈思汗 你疯了 你了杀我是会犯法的 我用尽全力 想要推开他 可谁知 他却笑了 谁说是 我要杀你 是你要杀我 什么 趁我还没反应过来之陈思汗竟是一个反身 制造了 我拿着刀架着他脖子的画面 身后传来开门的声音 同时响起的 还有陈思汗的害怕的求救声 音音 救我 思汗要杀了我 柳音音 他来了 我正正地回头 刚好看到了柳音音那张怒意滔天的脸 柳音音拿起一旁的花瓶 狠狠砸在我的手腕上 强烈的顿痛感让我下意识松了手 当当一声 刀掉落在地 姜之 你是不是疯了 我之前怎么不知道 还会有这么恶毒的心思 柳音音狠狠打了我一巴掌 望向我的眼神中 满满都是怒气和失望 那眼神刺得我呆愣在原地 陈思汗趁机拉过柳音音 用力一拳打在我左脸上 剧痛袭来 怒火一瞬间席卷了我全身 我不甘示弱地和陈思汗扭打在一块 几个来回后 柳音音抱住了我的一只胳膊 我动作不由地停下来 就这么一瞬间 陈思汗猛地将我往后一推 失去平衡的我控制不住往后倒去 身体往下坠落的瞬间 柳音音趴在窗户边 撕心裂肺地喊着我的名字 身旁的陈思汗却满脸得意 我就要 死了吗 我感觉自己睡了很久 浑身疲惫 好似动一下就是剧烈的疼痛 再次醒来 入眼是刺眼的照明灯 空气中弥漫着刺骨的消毒水位 柳音音和陈思汗守在旁边 我看到了他眼中的那一丝愧疚 或许他并没有想到 陈思汗会把我推下楼 将之 对不起 柳音音还没说话 陈思汗就先开了口 说着说着 还打了自己一巴掌 你要杀我 我太紧张了 又怕你伤害音音 下意识就推了你一把 不是你的错 柳音音安慰着陈思汗 如果不是 他先找你麻烦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动了动身子 一瞬间 昨天被撞击的剧痛 似乎回归了我的身体 痛得我几乎崩溃 我空洞地盯着天花板 声音木然 柳音音 你没资格 替我说没关系 我也告诉你们 我会以故意杀人罪 控告陈思汗 陈思汗脸色发白 柳音音神情也僵了一瞬 你什么意思 我转头看向她 忍不住吃笑一声 怎么 你们是听不懂人话吗 你凭什么这么理直气壮 柳音音的语气里 隐约透着不耐烦和焦躁 明明就是 你先动手的 像一把尖刀剖开心脏 我眼前一黑 整个人开始剧烈发抖 柳音音 这十年 我有哪里对不起你们 柳音音眼中闪过一丝懊恼 姜之 我 姜之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陈思汗突然开口 打断柳音音的话 她走上前 站在床边 居高临下地审视着我 你先是带着刀恐吓我 又故意激怒我 是不是想引起音音的愧疚 但是 你尽管看不顺眼我 也不能这么自导自言 把我们都算计进来 我看向柳音音 没错过她眼里 一闪而过的怀疑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柳音音 你也这么想的 十年的陪伴 我一点都不值得你信任 对吗 柳音音眼神微愣 我情绪激进崩溃 暴虐的情绪在体内疯狂叫嚣 我盯着两人 咬牙切齿一字一句说道 多说无意 一切交给警察吧 你疯了 姜之 柳音音猛地站起身子 椅子划过瓷砖的声音 格外刺耳 你现在报警 是想不顾公司名声吗 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在发抖 抓着床单的骨节都犯了白 柳音音 在你眼中 我的死活一点都不重要吗 你真放不下陈思涵 就应该跟我离婚选择她 喉咙涌上一股心好心好心好甜 我却越来越清醒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搞出鬼刺激那套 平白让人恶心 柳音音的脸色 一下子就变得无比难看 你好好休闲 别发疯了 丢下这句话 她拉着陈思涵 大步离开了病房 我疲惫地闭上眼睛 那份翻涌了十年的爱意 早该落下帷幕了 第二天 柳音音怒气冲冲来了病房 她将手机砸在我面前 下一刻 一个重重的巴掌 狠狠甩在我脸上 姜之 你知不知道 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 你这么做 是想要害死我吗 痛感清晰地从脸部传来 整张脸火辣辣的痛 有一瞬间的发懵 我低头看向手机 全都是有关柳音音婚内出轨 和第三者联手 害得丈夫坠楼的新闻 我讽刺地勾起嘴角 有哪里说错了吗 柳音音愣了一下 随即更加生气 姜之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压下怒气 我对着她一字一顿地说道 新闻发布的时间 我还在手术台上 我倒是想请教请教刘总 昏迷中的人 怎么和记者通气的 柳音音看着我 神情略微不自然 我刚刚太冲动 你的脸 离婚吧 我面无表情地 打断她的废话 柳音音挣住了 一张娇好的脸 白得毫无血色 你要和我离婚 我点点头 毫不犹豫 没错 实在是不想 和一个水性羊花的女人 再纠缠下去了 柳音音的脸色 肉眼可见的难看起来 半晌 她软下语气 我不跟你计较 你配合我发个生命吧 我掀起眼皮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凭什么呢 柳音音压抑着怒气 面色不渝 你是我的丈夫 将之 别在这个时候任性 熟悉的话 让我不免有些恍惚 婚后不久 我有段时间 常常因为噩梦惊醒 她总是温身 安抚着我的情绪 很多次 她都没能睡一个好觉 我缓过神来后 几乎被愧疚淹没 更怕的是 她会因此厌烦我 那时 她说的便是这句 将之 你是我的丈夫 这些是我该做的 可如今 同样的话语 目的却是让我乖乖听话 配合她说谎 面对柳音音的催促 我不缓不及地提出要求 让我配合 可以 离婚吧 柳音音神色微僵 来了脾气 你再逼我 你明知这个时候 离婚对公司多不利 那就没得谈了 柳音音脸色微沉 你一定要和我作对吗 到最后 柳音音也没同意离婚 她恶狠狠看着我 丢下一句 相知 你别后悔 就急匆匆离开了病房 我抬手捂住眼睛 眼珠忽然落下的眼泪 也许 在哪些彼此相伴的时日里 她对我 也有过真心 那时的关怀疼惜 是真的 随着时间推移 产生的嫌弃和厌恶 也是真的 柳音音离开后 旁边病床的女孩 来了家人 她奶奶已然年迈 拉着她的手 哭声沙哑 小怪 疼不疼 都怪奶奶老了 没保护好你啊 简单的一句话 直戳心脏 我将映着身体偏过头去 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们 女孩奶奶哭得上气 不接下气 握着女孩的手 却是小心翼翼 舍不得用一点力 眼眶一阵酸涩 如果奶奶还在 她又该有多心疼 自小 家里最疼我的 就是奶奶 她总是偷偷给我留下 她认为好吃的糖果 对着我时 她总是一遍一遍说着 我们芝芝啊 以后一定会是个 有出息的帅小伙 可在她弥留之际 她却拉着我的手 磕磕绊绊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只是重复着 芝儿 要快乐 长大 我瞬间溃不成军 近乎失态地浮在病床上 哭得撕心裂肺 好痛啊 奶奶 我真的好痛啊 爸妈不顾廉耻 做出错误的事情 我没有错 爸妈不愿意要我 我没有错 不被爱 我没有错 可是 为什么 我要遭受那么多痛苦 为什么 那么多人说着 不是我的错 又想 将我钉在耻辱柱上 真的很痛啊 可是 再也没有奶奶 替我赶走疼痛了 几天后 我出院了 从医院出来 我独自买了花去了墓园 墓碑上的照片 已经有些模糊 我扶上去的手 微微发颤 奶奶 对不起 这些年 我把生活过得一团糟 没能活出 您所期待的样子 但是 奶奶 我现在不怕痛了 你别担心我 我一定会站起来的 天色渐晚 我离开了墓园 回到家里 柳莺莺整个人 靠在沙发上 她面容憔悴 再无往日的精致 你去哪了 网上已经骂声一片 你还有心思乱跑 我默然地看着她 随即 将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递到她面前 她脸色越来越沉 把离婚协议往我面前一甩 将之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没理会她的威胁 我慢条思理地 拿出几张洗出来的照片 摆在桌上 是她和陈思涵 不堪入目的某些照片 我也一样 柳莺莺 如果你不想我再添把火 尽快签字吧 从前的我 把柳莺莺当成救赎 尽可能宠着她 包容她 小心翼翼 刻意迎合 费力讨好 这样争锋相对的语气 还是第一回 以至于柳莺莺满脸的不可置信 将之 我们是夫妻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大概她没想到 我会做到这个地步 我微微皱眉 签字吧 给彼此留点体面 柳莺莺没有因我 用力地按着眉心 我们非要走到这一步吗 柳莺莺没等我回话 红着眼睛自说自话 将之 我是真的爱过你 是你陪着我 从万丈深渊 一步步爬到顶峰的 可是 我那时一直不甘心 她眼眶通红 说的过程中 几次哽咽 后来 越来越多的人跟我说 你那样的家庭 配不上我 听得多了 我也开始这么认为 刚好 那时候 陈思涵重新联系上我 她和你不一样 她大胆热恋 幽默风趣 和她在一起 我能获得片刻的快乐和轻松 柳莺莺毫无保留地 把那些卑劣不堪的心思 说给我听 这一刻 记忆中那个如公主一般 救我于水火的人 是真的彻底消失了 如同水中倒影 轻轻一碰 就裂成了无数碎片 我捂着眼睛 任由眼泪流下 算了吧 柳莺莺 别给自己找借口了 你就是觉得我很爱你 绝对不会离开你 你也并非真的爱我 无非是 你享受着 我毫无保留地爱你 对你的付出 说实话吧 你怕失去我后 陈思涵又不愿意回到你身边 那你就是得不偿失 你从来都是自私自利的人 无论是当初还是现在 你不过是假装出来的深情 你怕爆出来的丑闻 会影响你的公司 你的事业 我擦掉眼泪 轻声开口 签字吧 给彼此留点体面 见不得光的卑劣心思 被层层剖开 柳莺莺有一瞬间的恼羞成怒 离婚可以 你净身出户 我没有说话 只是把那些照片 往她面前推了推 柳莺莺瞬间泄了气 颓然地看着我 良久 她咬牙签了字 一个月后 我和柳莺莺的离婚手续办理完了 她从家里搬出去的那天 刚好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正正地看着她 放在桌上的陶瓷娃娃 那是婚前 我求着她 陪我去捏的 捏的我们俩 那是年轻时候的我 穿着她最喜欢的白色衬衫 笑得开心 而她也笑得明媚站在我身边 奶奶因病去世前 对我唯一的嘱咐 就是希望我能健康快乐 可我辜负了她 这些年来 我非但不快乐 就连健康都快逝去了 因为不舍得 她去承担那些 我便拼了命应酬 小心翼翼去奉承人 只要柳莺莺开心 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我实在是太渴望有一个家了 可我忘了 爱人和爱情 都像握在手中的沙 握得太紧 留得越快 迷迷糊糊 心好心好心好去前 我好像梦到了奶奶 她像小时候那般 坐在摇椅上 把我抱在怀里 轻声哼唱着欢快的童谣 哄我入睡 一下一下拍着我的背 我好像听到她说 将之 那从来都不是你的错 接下来的路 奶奶希望你毅然无数次 拯救自己于水火中 勇敢地往前走 永远别回头 那天过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柳莺莺 倒是陈思涵 很快就气急败坏 找上了门 我其实并不意外 也很清楚 她来的目的 因为 我把她当初发给我的视频照片 和挑衅信息 全部打包 发给了她的公司领导 和她的父母 顺便无偿提供了媒体 在营销号的推播助栏下 柳莺莺和陈思涵 又一次火了 网友群情激愤 陈思涵的公司 扛不住压力 把她辞退了 她的父母都是人民教师 最后 因为影响太大 经不住指指点点 辞职回了老家 你怎么能这么做 陈思涵声音含了一丝悲愤 将知 你怎么这么卑鄙 我温和的笑笑 甚至连嘲讽她的 信号信号信号都没有 看来 你始终都没有明白 我从来都不是软柿子 再说了 没有任何羞耻道德感 执三当三的你 奶奶的脸来质问我 她气得浑身发抖 抬手朝我打来 我反手 重重地扇了她一耳光 身为人民教师的儿子 不要脸地勾引 别信号信号信号子 如果我是你 早就一头撞死了 也省得给你爸妈丢脸 你说是吗 陈思涵脸色煞白 瘫软在地 我不再看她 绕过她 上了楼 再次见到柳莺莺的时候 她简直变了对样 人瘦了一圈 满脸憔悴 黑眼圈重地让人无法忽视 怎么看怎么狼狈 她望着我的眼睛 隐隐发红 你为什么要出尔反尔 我逆她一眼 我从头到尾 就没答应过你什么 她沉默良久 同我开口 我后悔了 将之 柳莺莺看着我 眼底仿若 带着真诚 她的求和 让我有些出乎意料 看来 这些日子 她是真的不好过 然后呢 跟我有什么关系 柳莺莺嘴唇抖了抖 定定地看着我 也许你不信 我是真的后悔了 将之 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雪了 纷纷扬扬的雪花 落在柳莺莺的肩头 她却恍若未觉 只是苦笑 我错得离谱 我理所当然享受着 你对我的好 内心里却又觉得 你那样的家庭 实在配不上我 所以 我一直仗着你爱我 肆无忌惮伤害你 甚至看不起你 她声音低下来 离婚后 我总是频繁想起你 再也没人不厌其烦关心我 没有人陪着我去应酬 替我抗下一切 现在我才发现 一直以来 都是我离不开你 柳莺莺的声音 隐约带着悲痛 将之 我们还回得去吗 我不再理会她 转身要走 柳莺莺却一把拉住我 她微微攻心号 心号心号子 神情几乎称得上卑微 将之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把她的手扯掉 你缺钱了 是吗 柳莺莺愣在原地 带着几分 被戳穿后的窘迫 将之 你再帮我一次 只要我渡过这次难关 我们就复婚好不好 我一定会好好爱你 说着 她突然就抱住了我 眼泪不住的流 近乎卑微地求我原谅她 我有一瞬间的惊恶 她一直都自诩 是名门大小姐 把自尊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 居然会做到这般地步 我轻抿了下唇半 语气淡然 柳莺莺 别像条狗一样 真的很难看 她像是突然被掐着了脖子 定定地盯着我 神情悲痛又悔恨 我终于有些理解她 原来 不爱的时候 伤人的话 真的可以轻易地脱口而出 不带一丝负担 将之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柳莺莺满脸都是祈求 一如当年 陈思涵离开时 她也这般模样 你知道我这个人的 我摇摇头 从不吃回头草 柳莺莺语气变得激动 将之 我都抛下自尊来求你了 你还要我怎样 或许 直到这一刻 她还是觉得 只要她认认错 哄哄我 我就会回头 莺莺 你还记得当初的自己吗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是在大一 那天 我坚持回来 路过巷子口 看到你帮被欺负的同学 赶跑了霸凌者 你告诉她 不要怕 大四那年 你又就吓了我 尽管那时 我们只是因为课题相同打过交道 朋友都算不上 你还是因为 担忧我义无反顾赶了过来 我看着她 眼眶逐渐发红 莺莺 那时的你 活泼开朗 真诚善良 是那个同学的英雄 也是我心中不敢触及的美好 你怎么 就变成这样了呢 柳莺莺红着眼 看了我好一会儿 从我身边走过时 轻声开口 好好照顾自己 就当我没来过 姜之 对不起 我点点头 好 柳莺莺走了 背影萧索可怜 那个被我分为神志一样的少女 早已迷失了在了名利场 再也回不来了 那之后 柳莺莺再也没来照顾我 后来 只听共同好友提起过几句 因为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 合作方也相继纷纷解约 柳莺莺苦苦维持了几个月 最终还是破产了 急于东山再起 她开始迷上了赌博 不仅败光了最后的资产 还欠下巨额债务 至于陈思涵 她丢了工作失了脸面 只能死死抓着柳莺莺不放 柳莺莺本不愿和她在一起 她直接逼婚到了柳家 嚷嚷着柳莺莺都被她玩烂了 除了她 还能嫁给谁 被柳莺莺一通嘲讽后 发了狠 拿刀将她捅成了重伤 陈思涵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被判了刑 最后 听到她的消息 是她在监狱染上重病 去世了 而再次听到柳莺莺的消息 是在半年后 她因为生病病不久已了 听别人说 是因为长期酗酒 得了胃癌 她突然告诉我 只想在临死前 最后见我一面 我想了想 还是去见了她一面 病房里 柳莺莺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一脸病态 江芝 你来了 我硬了声 对不起 我只是想再看看你 她眼神炙热 我却觉得讽刺 从前那般不在乎 现在又表现得这么深情 柳莺莺 这算是报应吗 此话一出 柳莺莺的脸 瞬间挥败下来 江芝 我在你心里 真的一点位置都没有了吗 我摇摇头 不带一丝犹豫 没有了 柳莺莺眼里的光 在慢慢熄灭 对不起 江芝 你一定要幸福 我点点头 不置可否 我当然会幸福 柳莺莺 别再联系我了 你的状况 我并不关心 我起身离开 临到门口 我回过身 冲她摆摆手 再也不见 柳莺莺 回去的路上 夕阳西沉 我坐在车里 把手机里有关柳莺莺的一切东西 全部删除 从学生时代 到步入职场 一张张珍藏下来的照片 每一条关于她的变迁 都是年少时的江芝 藏于心底的心事 更是长达十年的满腔爱意 我俯上手臂上的伤痕 内心一片祥和 那时候 我太渴望 有人能坚定地爱我 所以 我把柳莺莺 当成唯一的救赎 不肯放 不敢放 仿佛 只要失去她 我就没了活下去的勇气 而如今 我独自走在未知的路上 唯有期待 我垂下眼睛 弯了弯唇角 往后余生 我会毫无保留 只爱自己